大家好 经过一个礼拜在阿拉斯卡的游轮 我们来到西雅头上岸了 今天我们要去温哥华转去另外一条游轮 我们在这里等 看行李被钓出来 因为要等行李,所以我们是第一批的,但是还没有叫到 他们先叫有兔啊 有人下去了 他整个这样 整个这样 连那个 然后行李就这样 掉进来就在这边 离开码头前 船上的船员向乘客道别 我们也要在这个码头 搭巴斯去温哥华了 每一次离开总是有一点依依不舍的心情 这个房间就是船尾 船尾后面 阳台舱的第二天 我们是定了9点45分 从这个码头开去温哥华的quick shuttle 他票上是说有人会指示我们去哪里等车的 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幸好一位在机场巴斯站服务的女士告诉我们 在这边等就对了 9月24号 我们已经下了船 这边有上下的两层的公共巴斯 那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欧跟欧这边等巴斯 去加拿大的 我们要到下午2点多 等一下是9点 9点半 9点45 现在那个 然后我们的右边是进行车 就是在那边服务的一位女士 她很关心我们等车的情况 一直安慰我们 这就是正确的等车地方 她说在这边工作了10年 真的谢谢她的热心 让我们安心不少 谢谢神 我们一切顺利 一年前 我在这里下船的时候 身体有毛病 现在可医治了 前面是码头 这里是91号码头 东南美里卡在这里上船 我们的车子因为机器故障跟交通问题到10点半才到 但是我们也终于上车了 在这边上车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 车子在市中心也接了一些客人 然后我们就在不同的站 陆陆续续的载上更多的旅客前往温哥华 quick shuttle的票价有分好几种 那我们买的是有包括一件行李的每个人大概是63块左右 单程的车票 然后我们就来到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准备过关了 那天刚刚好我们前面有另外一辆巴士加上两辆的Motor Home 所以要等了好一阵的时间才轮到我们过关 过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下车也把行李拿下去 不过也只是检查了一下症状 很快的就办好每个人就回到车上了 我们也就继续还没有完成的旅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Seattle跟Vancouver之间的巴士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经验 进入加拿大以后我们分别停了大概三个站的样子 因为车上有一对夫妇他们是要赶着去火车站 搭火车 所以司机看着时间很紧 这特别把他们送到西雅图的火车站 那时候大家都跟着一起紧张 但是他们也赶上了 之后司机就在我们在室内走了一圈 一一的把客人放在不同的旅馆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每一班车都有那么好的服务 直接送到旅馆的附近 不过这一位司机很贴心 我们在码头上车的时候 我就跟他问可不可以把我们放在市中心的Hiat Regency 他说应该没有问题 他叫我们不要声张 因为那是在他的回家的路上 他可以把我们放下来 所以我们就在旅馆的门口下车 顺利的check-in了 我们来到Hiat 1221房间 我们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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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漂亮的房间 漂亮的房间 还有一个舒服的大厂话 有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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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一件最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已经预约了在网上做视讯的检测 在收到检测的结果之后 我们就安心的去吃饭了 在旅馆的楼下我们找到这一间餐厅 有非常好吃的烤鸭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盘炒面 很满足的一餐 双鸭很不错 Youtube上面有人介绍 底下这是在海雅的地下 在这边我们就结束了 今天的旅程 谢谢大家与我们同行 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 喜欢的话 请记得按赞 分享 免费订阅 及留言 再见 再见 愿上帝 祝福大家平安 喜乐 感谢观看 尽快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